我超討厭被動的人 還特別在交友軟體上寫 hashtag 被動 想說 妳要幹嘛 被動就不要來交友 躺在家裡就會有飯吃嗎 先生 妳好像就是躺在家裡 我的意思就是 他打說被動 然後就真的有人會主動 所以你懂這種意思嗎 可是有的被動的人就是 看起來就是很值得被動的輩子 那就有行情真的是可以被動 好可愛 就像你可以在家裡是一樣的 怎樣啦 你找著你這個臉 你知道 你知道嗎 現在其實很多人在IG上約炮 哪裡都可以約炮啊 約炮不分哪裡 不分軟體 因為IG就真的是我放照片 分享生活的地方 看得我太天真了 對 所以你被約是 不是不是 但是我是聽我朋友說 現在很多人是在IG上約炮 喜歡他的話就直接私訊他 因為也是蠻方便的 而且你可以追到不同類型的人 就是你男神好像就變得很接近 但其實跟Facebook的道理也是一樣的 可是他們就是報紙的一種 然後他頂多就是不理我 對 因為就是不理你啊 因為他訊息就很好 好像這樣好私密喔 因為IG真的會有一些生活照什麼的 他就是因為喜歡你的生活照 所以才想要約你啊 因為我是真的很生活照啦 我不像有一些人就會放一些 就是很假掰的那種IG 就是假掰嗎 沒有 不知道 我就是假掰 我就是王妹啊 不然了 好可愛 難怪那麼紅啊 沒有啦 我就是有一種 好像就 純潔的地方被攻占的感覺 不然你就在請工程師設計一個APP嗎 只有你一個人的APP 就不會有純潔的地方被污染 對 好啦 就是大家想要約炮就是約 但還是要注意安全啦 好不好 一定要戴一套喔 就是也是可以不戴啦 那就是要做 PREP的準備 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你承受的風險是什麼 對 敢玩就要敢承擔 對 大家有在教導軟體上遇到什麼怪事 討厭的事 奇聞意識 鬼故事 都可以留言 記得去按讚還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嗯 baby 對啊 是人的話應該都知道吧 對啊 不要再問了 不用我們教這麼多詞吧 這麼 bad come on 還爆光 啊 啊 向愛知定說 不 不 PREP P 讚 基金置入三級了 拜託拜託 我要一些酒水的那個 噢靠